原則 他們刪掉了顧岩武的臉齒 因為學生就不必再知道 為什麼事大夫之無齒是為國齒 他們不再能夠清楚地理解 為什麼齒是清清白白的變別 是非關怎麼不錯亂 所以108克剛 它是個無齒的克剛 北一女國文老師 痛批108克剛拿掉臉齒 又刪減大量文言文 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痛批這是無齒克剛 不過全教總認為 這個說法有點太絕對 針對刪掉廉齒惹意 作家朱又勳直指 使歐貴之想法太狹隘 廉齒是教材並不屬於克剛 老師能自由選擇 要不要放入教學 也提到是在上國文課 並不是在上道德課 更強調廉齒的內容 已經不適合用在現代文化 作為教材 它是很不好的教材 因為他沒有要跟別人溝通 他沒有要把話講清楚 所以像他的文章裡面 一直告訴你恥很重要 廉齒恥很重要 但恥是什麼 為什麼幫別的國家的人 工作是無齒的 他放在現在的脈絡 甚至都會有點不合時宜 不過其實歐貴之 早在2019年的記者會當中 表示文史不分家 歷史是幫助了解 國文的重要途徑 如果學生缺乏歷史知識 很難融入文章情節 拋轟教育政策始終在去中國化 但是朱祐勳反批 歐貴之在教育課綱抹上政治色彩 他不滿意的課綱或內容 抹上一個政治色彩 某種程度上 他自己才是最政治 課綱爭議沸沸揚揚 教育部火速澄清 108課綱並沒有捨棄 李毅廉恥 也沒有廢除文言文 一切符合比例原則 三年宣孟國鴻 教育團